作为综艺界的长青树,快乐大本营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周末,随着各种综艺节目的层出不穷,快乐大本营在综艺界的统治地位慢慢下降,但是每当明星有一些宣传活动,还是会选择上快乐大本营宣传。 快乐大本营如今播出了20年了,快乐家族也在逐渐成长,谢娜在成家后,两度生子短暂地离开了快乐大本营,在这期间,快乐大本营找来了丁程鑫,张仪奇等人来代班,最近谢娜宣布产后正式付出,回归快乐大本营。 没想到谢娜宣布的第二天,快乐大本营在发公告,表示之前的代班丁程鑫正式加入快乐家族,这个公告一发,表示保持了十多年的五人组正式被打破,丁程鑫的加入虽然有点突兀,但细想还是有原因的,首先丁程鑫做过一段时间的代班主持人,与快乐家族磨合得还不错,其次丁程鑫是新进的偶像团体时代少年团的人气成员, 更年轻还自带流量,这对快乐家族来说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年轻力量,最后就是现在综艺节目的受众大多是年轻人,小鲜肉的加入可以说是吸引了更多的观众,当然也有网友表示,时代少年团到处塞人进综艺节目,连组织员账都没有,太过于讨帅了,那么,你期待丁程鑫的加入吗?你认为他会给快乐大本营带来新变化吗?